定证本当成信纸 繁体汉字掺杂着注音符号 歪写的字体一笔一画写出心中的纳闷 说自己和爸妈去看外公外婆后就回不去了 还有人写下我想要回家 我八岁 这些信都是滞留在湖北的小台胞 写给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的 眼看距离台湾岛内高中以下学校开学的2月25号 只剩下不到两个星期 回到台湾还需要再隔离14天 只要晚一天返台 小孩课业又得再被耽搁 但台当局一拖再拖 迄今仍不同意东航后续运送台胞返乡的安排 使这些台胞非常失望 深感焦虑 我们从最开始满怀期待 到现在就已经很绝望了 因为政府已经把我们遗忘了 据了解 列入东航运送计划的979名台胞中 约有85%是临时到湖北 其中为满18岁的少年儿童和60岁以上老人近400人 有近80人为慢性病患者 他们都急于回台湾上班上学和就医 其中还有一些台湾高三学生滞留在湖北 他们更担心因此会影响三月份的大学入学申请程序 被迫滞留在湖北的台湾高三学生情绪激动 面临考大学这个人生的重要时刻 却因为台当局的阻挠拖延而无法返台 能不能赶上申请都还不知道 面对刘厄台胞急待返乡的急迫心情和外界种种质疑声音 台陆委会副主委邱锤正13号在记者会上紧表态 没有进一步的说明 还是老调虫谈称会持续以防疫第一弱势优先原则 透过充分准备量力而为与大陆方面讨论 感谢观看